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甜酥脆的小零食 开口笑的做法 不用油炸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50毫升的食用油 先把油和面粉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成这样的小面疙瘩 再用手给它搓散 这一步是阻断面筋的形成 接下来在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两克小苏打 三克无驴泡打粉 50克白糖 充分的给蛋液搅散 让白糖完全融化 倒在面粉里 边倒边搅拌 一直搅拌成这样柔软的大面絮 再下手揉成面团 因为这个面加了油 揉搓以后呢 它是没有筋性的 很容易揉光 像这种偏软的面团 饧面20分钟 时间到以后取出面团 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状 用手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 由外向内捏合 捏圆就行了 收口朝上摆放在烤盘里 这样在烤制的过程中 更容易开花 再用手指按出一个小窝 撒上一些黑芝麻 压实一些 黄纸芝麻脱落 接着静止5分钟 5分钟以后 放进余热好的烤箱里 上下火180度 烤上25分钟 约烤上10分钟左右 生胚慢慢的就会裂开 时间到以后取出烤盘 哇 好香啊 稍微放凉 摆到盘子里 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的小零食 开口笑就做好了 舀一口 外皮香甜酥脆 越嚼越香 只用了少量的油 吃着比油炸的更健康 甜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 学会以后再也不用买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